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突發 來開箱 本來都打算直播 但大家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都很刺激 我都怕一直直播一直停止 所以暫時很簡短 以一個拍片的形式 很快地和大家開箱 和說一說這部機的感想 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箱 這次這部 Vivo X18 Pro 是在京東商城買的 經過集運 再運到香港 在京東暫時都不支援 運到香港 即是說這部機 當然 遲些可能會有 都不奇怪 但暫時來說 只有大陸地址 可以訂到這部機 所以都是經過第三方的集運 我自己都是用開4PX 今次這部機 我買這個版本 只有4999 雖然是一部旗艦機 但由於用量都不太大 所以價錢 4999人民幣 好像都很划算 首先 有它的保護紙 雖然經過集運 但都是一個盒 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它的保護 都做得充足 沒有問題 好 拿開京東這個紙盒 我們看看我們的主角 就是Vivo的X100 Pro 你看到的盒子 跟上代X90 Pro 差不多 當然 上年的Pro Plus 盒子應該大一點 今次的Pro版 盒子比較小 好 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X100 Pro的全網通版本 我來個開箱 戒開 戒開 好 OK 緊張的時候 要慢慢來 要不然太急 手機都會掉出來 有點氣 很正常 好 接著 拿手機 看看 嘩 好美 待會再打開 看看 看看配件 跟機有這個 直膠套 一般清水套 軟膠 透明 其實都足夠使用 今期的機身都不錯 所以用透明殼 可以的 當然 你想有其他殼 有很多選擇 另外 也跟回一條 Type-C 去Type-C 的充電線 兩頭都是Type-C 大家可以看得到 瞬間大家看看 兩頭都是Type-C 另外 也有去SIM卡的針 看到一個心形 在這裏 今期的機身賣漂亮 它的包裝 都有點深思 有個心在這裏 當然 也跟了 有120火快充的火牛 Vivo 也是屬於自己的 Flash Charge的制式 閃充 這裏 如果要配合 它的行動充電器 都要配合 Vivo 或者iCrew 120火 另外 當然有快速 有門指南 即是說明書 這個不特別說 來了 打開機器看看 看看 看看 咦 這裡 在這個位置 開啟 開啟 就是這樣 一次性的開箱 在大家面前 真實地開啟 好 接著 我把盒子放進去 這些盒子先蓋 好 機面和過往的 Vivo旗艦機是一樣的 基本上 你不太明白 你從這個X60 Pro 開始 一直到現在 這個 這個螢幕設計 其實好像 都沒有什麼改變 機邊 看到有少少藍色 閃 但是機背 就很漂亮 今期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 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這個 銀色的 鏡頭的框位 原來 你會發現 這邊是幼一點 這邊是粗一點 參考了 一個彎月的設計 一個月牙的設計 這邊是幼一點 這邊是粗一點 好像剛剛月食過後的那些 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過往的機器 都是平衡的 左右平衡 或者上下平衡 這個就不是的 是打斜的 這個 打斜平衡 或者不平衡 另外 你見過機背 是很有層次 很有質感 全部一圈一圈一圈 是超級漂亮的 當然 如果你計算顏色 橙色配金色都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說特色 這個很特色 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不同光度之下 它是不同的圈 就會顯示出來 超級漂亮 Zoom In 給大家看一看 首先 鏡頭的位置 大家會看到 Vivo 這個APO 對了 今次 它的光學上 又更進一層 更上一層樓 依然是塞絲 T星道芒 但是 原來 今次很厲害 稍後就告訴大家 先看看 機側邊 依然是有 電源鍵 音量鍵 很標準的設計 整部機都很標準 上面 都是用Vivo 原有 很特色 但是很漂亮的設計 上面一條 透透明的 一條邊 上面 都是寫著 Profectional Photography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嘩 依然都是這個樣子 另外 底下 就是普通設計 有喇叭 有Type-C 有麥克 有SIM卡 插槽 整部機都很好 亦都很特色 很漂亮 好了 先說一下 除了外觀漂亮之外 這部機的效能上很出色 它是第一部 搭載了天璣9300的處理器 這次的處理器是採用全大核的設計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Live 都會知道全大核設計 而且在公號上 亦都控制得很好 包括遊戲 或者待機測試 國內的一些評測 其實已經評測了出來 表現是很好的 這個全大核的設計 今次在這個Vivo X100 Pro 暫時 大家都是好評 當然我之後都會和大家試 另外 除了一個 天璣9300很強勁 而且都很省電 這次我這部 就不是很高容量版本 我這部是256GB的版本 其實你大一點可以買512 或者買1TB 另外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型號 記憶體會比較快 它會用上LPDDR5T 我這部是5X LPDDR5X 普通版本 但是如果你配16GB RAM 加1TB 內存的版本 就有一個版本 是特別快的 用了LPDDR5T 即是記憶體 再快一點 當然 本身都已經很快 現在再快一點 另外 在電池上 用了它自己的南海電池 應該叫南海 5400mAh的電池 就塞了這個 都尚算薄的機身裏面 整件事就非常之開心 夠電量之餘 另外充電速度 都去到100W那麼快 剛才見過火牛120W 但是這部機 支援100W快充 特別留意 火牛比多了一點 另外 100W快充 支援5W2A 9W1.3A 11W5A 以及20W5A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20W5A 就能做到100W快充 充電速度都夠快 另外 螢幕方面 螢幕方面當然不差 先開一開機 雖然設定都未做 好 希望有電 有的 好 一個6.78吋的螢幕 一個 叫做OK尺寸 另外一個解像度 跟上代比好像弱了少少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OK 可以的 那個 即是 未到2K 1.5K 的解像度 但我自己覺得都OK 夠的了 你說 120Hz 那些更新率 那些是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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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網 先跳過 要是真的跳過 要不然有時間 我先跳完所有東西 好 全部下一步 跳過了 好 用回普通導航件 習慣了 好 看看 螢幕的品質 是不差的 先做暗的 這個偏光了少少 螢幕品質 雖然是1.5K 但是 網絡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一路掃描 其實都是保持暢順 當然最強勁的地方 都不是螢幕 剛才說的效能很厲害 跟Snapdragon 8 Gen 3 跟Snapdragon 8 Gen 3 還要強勁一點 另外續航力也是強勁一點 最強勁的是它的鏡頭組 鏡頭組有多強勁呢 首先 說到自拍鏡頭 也有3200萬像素的自拍鏡 另外這堆主鏡頭組 首先 有一個1吋的 即是它叫做5000萬像素 1吋的感應器 應該是這一個 我沒有猜錯 應該是 根據經驗 另外 除了1吋感應器之外 它還有一個 長焦 其實長焦 是很突出的 突出在哪裏呢 它就是蔡司的APO 長焦鏡頭 還有長焦微距 所以整件事 又拍到微距了 當然 微距夠不夠華為 那麼厲害 之後會和大家試試 但起碼 它也是一支長焦微距 另外 超廣角 都是5000萬像素 所以三個鏡頭 都一定堆滿了 另外 光圈也很大 主鏡頭1.75光圈 另外長焦鏡頭2.5光圈 所以整件事就是 長焦鏡頭2.5光圈 即是長焦鏡頭 都夠光 因為有時長焦鏡頭 光圈小 影暗的地方 會比較差 但是 長焦都2.5光圈 那就不差了 當然 你說和華為的P60 Pro 來比 華為的光圈 真的很大 兩光圈 現在的2.5光圈 其實都不小 另外 超廣角 都有2光圈 所以表現都不差 所以很值得期待 拿去拍照 看看效果如何 當然 除了一般拍風景 拍人像 這次也是 賣點之一 當然也會和大家試一試 究竟品質如何 成像是否自然 會不會吸引到我呢 這些 就真的 稍後 會和大家試 當然 拍片都會試 這次好像有8K的 拍片支援 大家密切留意之後的直播開箱 和試相 另外 提提大家 如果沒有去我的Facebook Page的話 也可以去加上 IG也可以去加上 今天的簡單開箱預告 和初體驗的分享 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點讚、留言、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直播再見 拜拜